十九,大公報,深圳灣海域再報污染事件後海灣日灘13萬噸污水 2015年7月9日中國新聞A18 近日,深圳本地媒體報出,趨發聲有紅多展 比輪香港的深圳前海灣污染日益嚴重 南投半島的東邊每天有13萬噸污水排入深圳灣 港青後海灣,而每天流入前海灣的污水量高達22萬噸 在前海這片1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水污染日益嚴重不僅引起熱意 更直接影響前海的招商工作 大公報記者石華深圳報導從規劃圖上看 前海的水域佈局狠像一個人的首長 由北向南五根首次分別將正西鄉河、深圳河、商界河、桂廟渠 以及產灣渠最後會入獎深藏的前海灣 目前,每天大約有22萬噸的污水 通過這些河流會入前海灣、五河污染前海灣 且受制於高壓走廊和平南鐵路的影響 前海灣撞水浪到二期工程站無法實施 前海灣的污水治理,依然是快難痕的骨頭 這寫污水會入前海灣之後 前海灣的水動力又成為了水環境治理的一大挑戰 由於大產灣特提和圓光高速相繼建成 前海灣西則已成為了半封閉式的港灣 這嚴重影響鳥灣區內的水循環速度 前海灣區內的水交換從原先的五到六天循環交換一次 到現在十四天左右才能交換一次 今年6月,前海合作區內最大的康居坊小區龍海嘉原入火後 與龍海嘉原僅臨的12號明渠 因臭氣氛人、滋生蚊營,不斷遭到市民投訴 水污染成前海招傷難題兩年前 深圳灣海域遭暴光存在污水值排入海等問題 連累香港後海灣水則成為全港最差 事任深圳市委書記的黃榮到市發海域周邊區域暗房 開展現場辦公開出污時間表 目前深圳灣水域的情況已有好轉跡象 而與深圳灣商論的前海灣 因水污染問題未能有效解決 已成為前海招傷的大難題 今年初,前海管理局副局長論宏表示 目前由於順其關係 污水處理難度更加大 南山的污水處理能力不足 包括深圳河、鏟灣渠、西香河、商界河、桂苗渠等河流 在上游就已遭遇到了污染 治理難度較大,需要多部門共治 會通過上游監管、深層派水、加大污水處理功能等方面進行整治 曾經七有人提議 將前海地區的水渠田平 以避免水污染,同時增加土地面積 但因這些歷史衝擊和其是自然形成的 田平會對生態環境的循環系統造成影響 會造成暴雨天氣城市排水不暢 出現內勞,此題已沒有被執行 如何治理水污染的困局也就成了前海必須面對的事情 今年六月,前海、大產灣、水環境治理工程實施方案已編制完成 方案分三階段實施,實施工程總計29項 完成總投資接近130億元 按照方案,到2020年 前海灣區將達到海水四類標準 原區內淡水能夠達到三至四類的標準 達到親水、汽水的要求 按照方案,按照方案,按照方案 按照方案,按照方案